台灣新冠肺炎的前三區間改已經超過一個月 建戶中算在電禮拜開放快篩試劑 讓民眾自己買到家出市 中華市公司要個站間在公佈回憶禁前進行快篩 派要先為風又破口 快篩試劑開放前進去 放進去15分鐘後再拿出來 這個很快只要15分鐘 大概10分鐘就出來 快篩試劑開放前出第一站看到先後 一名保佑團上買到家出市是用勝後 馬上就跟便宜做PCR檢查後是比較緊 由後來設斷社區團聯電 專業廟書表示快篩試劑的輸容都有一定的定數 民眾一定要準受輸容規定 快篩試劑的話就是這幾天已經進來我們藥局裡面了 那其實消費者你買到這個快篩試劑的時候不用緊張 我們店家都會有QR Code的指引或影片 可以教導消費者怎麼樣去使用 那其實在使用的時候有一些細節必須要注意 就是說你要稍微先幫你的手清潔乾淨 然後記得要稍微省一下皮涕 那省鼻涕的時候呢不要把你的鼻涕省乾淨 不要把鼻腔裡面的鼻涕都清乾淨 這樣你等一下用那個棉棒的時候是無法 萃取到那個液體的 所以你只要稍微省一下之後 然後棉棒記得一定要左邊轉五圈 右邊也要轉五圈 這樣子萃取到的那個分泌物才會夠 那放到飾子裡 放到那個飾管裡面的時候呢 記得要稍微壓一下那個鼻涕的液體 讓它留在那個飾管裡面 那等一下你滴到那個卡夾上的時候 那個劑量才會夠 滴了油球以外 便利上店也是可以買到的通路 不過店完都不是油輸新婚 所以不可以向消費者來厚慨使用整個 只可以跟消費者說 一定要看過刷片書 也就是用手機掃去多少錢 看過刷片之後才會使用 也會買之後 到油球向油輸足孫健康的使用方式 油輸也會用 便利用的使用之後 那是用性 雖然會當放心 但是也一定要將減退 放好之後再再等三 畢竟快篩試劑也不是十堆刮剪 因此減退一定要放好之後再再等一會 噴射湯 新中華新聞裡面放合米 彩虹不得